小愛爸爸謝國良 這次來到建德國小 實地關心快篩試劑的發送工作 基督市政府為了因應疫情的升溫 特別在校方來加發快篩試劑 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 不過為了健康 我們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自己的健康狀況好不好 好 裡面有兩路快篩 這是兩個快篩在裡面嗎 市長爸爸要送給你們 寒假的時候可以自己自我監測 好不好 已經因為大陸疫情又興起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也特別注重校園的防疫 所以我們在盤點以後 我們是希望全基隆市的每一個學生 小朋友都可以發兩個快篩計 讓他們不論是個人或在家裡 有需要的話可以多來驗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狀況 然後也共同的推動跟加強我們目前校園防疫 也不要讓疫情再度的升起 所以我也感謝包括中發處教育處的同仁 都能夠在很快的時間促成這次的發售 教育資源開始到高中 然後所有的師生 一人兩斤 他家一共是八萬計 將近八萬計 對 那這是所有現場的快篩 首先我們非常感謝市長 市長呢 他下令把這個快篩計發送到 其實就是最需要的學生身上 在高中以下到幼兒園 每一個人兩季 那為的是因為今年的春假 也就是說過年的假期長達10天 那希望呢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發放 讓小朋友能夠在家裡面 不渝 他們能夠隨時監測自己的健康 那我們也知道最近的疫情有升溫的狀況 因為呢 國門打開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呢 也呢 家長們也針對這樣的一個政策呢 非常的感謝 那如果帶回去之後 我們學校一定會趕快把它分裝 然後在寒假之前趕快分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而對市政府能夠急走部署 加發快篩 校方跟同學們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 及早因應 儲備防疫物資 落實防疫工作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